你喜歡的不是那個女生 我喜歡的是 小翔 今年全台最紅情侶黨就屬華森CP 彥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上映十一天 重出五千萬票房 男主角之一陳浩森 更直接殺進金馬 入圍最佳新演員獎喔 入圍當下我一直大哭這樣子 然後我就收到我經紀人的訊息說 等你哭完記得打電話給你媽 因為你媽也在大哭這樣子 我覺得一直都沒有想過 自己可以是一個這麼幸運的演員 可是在那時候我只跟 徐導跟劉導聊天 所以我覺得很奇妙就是 我聊完的時候 我真的自己覺得說 絕對不會像 因為連是我戲都沒有 人生就是這麼奇妙 二十四歲的陳浩森 過去曾讀華岡藝校 因為怕鬼轉學 讀東海大學 因為想進演藝圈休學 最後終於落腳醒無大學 演演表演 現在回頭去看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想過說 那時候怎麼會那麼有勇 直接半休學 然後直接去當兵 然後 我先斬後奏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都想好了 但是 以家人的立場來講 其實我就是一個很衝動的 爸媽 我爸媽一個月還是會固定會 就是一筆錢 五千塊到我的戶頭裡面 所以我當時就是靠那一個月五千塊 然後省事檢用這樣子 那時候是剛好 因為拍DVC 然後認識的服裝組 他家有一個空房 我就借住了空房 我的朋友算我房租才好像才一千塊 去五千塊買一個地墊 然後坐在地板上就睡了這樣子 印象深刻就是 我一整天就是買一個八方雲集 我就是買那年2.5塊的水餃啊 買然後一顆一顆慢慢吃 網路上有一些靈眼的機會 然後我就從台中半夜就搭車上來 我記得他就是一個人發一個板燈 然後就找一個靠牆的地方自己坐著 我腦中在想的全部不是多累 是我是不是現在坐挺一點 我是不是現在就是做得很端正啊 然後要讓臉盡量露出來 我就可以多被看到 或是會不會有心灘就在這時候看到我 到了下午五年還六點的時候 跟我說不需要了 然後我坐在那邊等了一整天 每年應該有十個吧 差不多十個 對啊 我沒有很多 但是就是越獄跟腳頭 對 你現在回想起那段 會不會覺得很清楚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我真的覺得 那是最 就是最單純最熱情的那個時候 在接下來不管面對什麼 作品什麼角色 我覺得都是要用這種 渴望的這種心態去面對每一個角色 現在喜歡柯尼的粉絲朋友們 到了我的下一部戲 或是到了我下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也會希望是另外一個程奧生 或是另外一個故事 開啟了他們 繼續喜歡下去的那個理由